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单瞬间暴涨一百倍 为什么会是噩梦的开始 两年前的一个周末 家人正在吃晚餐的时候 我习惯性的看一下 每两个小时 会出来的业绩报告 我一看 哇 忽然间怎么业绩爆充了呢 其实非常非常的兴奋 侯然跟我讲说 现在市场上正在抢卫生纸 而且呢 我们的库存啊 货量也非常的充足 还可以继续销售 业绩还会再涨哦 当下那一天晚餐 吃得非常的愉快 我们当天结算之后呢 事实上真的比平常多了一百倍 但是呢 到了礼拜一的时候 怎么 供应商说货是够的 怎么 我们的系统也都在库存上面 都是安全的 但是呢 就陆陆续续的发现 我们有些货出不了了 我们的客服呢 就开始花了很多的力气 开始去跟客户做沟通 甚至有些给客户一定的程度的补偿 最后呢 就大概两三个月之后 我们才把对客户完成了所有的服务 如果你没有办法掌握到很多关键的细节 没有办法见书又见零的时候 你世上会有一些隐藏的成本 可能你做得更多 但是你不见得赚得更多 每一个人的质押 都有无法回答的问题 来104质押诊所 帮你的问题招紧答 104人类银行